他有总量能接待多少人 两位负责人都含糊其词 眼下黄康市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的收治和隔离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但是当地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对于定点医院的收治能力和具体床位数量却并不太清楚 这个人在那里负责收红 当时在树责位的时候 我们在打电话中问 是啊 我是问他现在收治了多少病人 我是问这个情况 我并不是床位数是那个的 我是问他现在因为每天都在变化 知道吗 我这些情况 那我不知道 我搞不清楚 为了详尽了解黄刚市当地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收治的真实情况 督察组来到了当地临时启用的 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进行调查 40分钟之后 督察组的专家走出了医院的隔离区 请问您里边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是这样 有一些病房已经准备到位收治病人了 那有一些还正在收治过程当中 大部分的工作已经到位 可能还有一些细节是需要不断地完善的 我们现在想知道第一个事情就是 里边的硬券手指都完善了 有没有达到收治标准 现在不是大概是下午差不多4点钟了吧 可能这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的准备 大概的病人的房间和山区的划分出来了 可能我们有些世界上还要完善 比如说这个流程啊 防护用品的到位啊 时间还是非常紧迫的 对于目前的黄刚市来说 除了收治确诊病人之外 还有一项工作尤为重要 就是对于疑似病例的确诊 黄刚市眼下疑似病例已经超过1000人 但是检查中 当地无论是疾控中心的负责人 还是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负责人 都给不出核酸检测能力的明确数据 在反复多次向相关人员合适信息之后 督查组终于掌握了 黄刚市核酸检测能力的最终数据 根据一天督查核查的情况 督查组要求黄刚市 根据中央指导组提出的意见 加快疑似病例送检进度 同时要对标对表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在落地落细落实上下更大功夫 尤其要做到数字准情况明 最大程度确保疑似病例确诊病例 分开安置疑似病例单检安置 黄刚市于当天下发文件 要求各县市县期完成疑似病例采样送检工作 逆重团 5万新商流